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生产 实际上就是将处理好的豆种放入到豆芽机中 豆芽机通过自身的电能加热装置 使机内产生一定温度 并对自动进入水箱内的水进行加热 使水温达到指定要求 在生产过程中 豆芽机通过感温探头进行检测 自动控制环境温度和水的温度 使其保持恒定 并利用机体的淋水装置 调节箱体中的温湿度 补充豆种发芽所需要的水分 从而满足豆芽生长的条件 进行自动化生产 这些复杂的工艺程序 只需要在豆芽机的控制器上 进行简单的设定就可以完成 自动化生产的豆芽 最常见的 利用豆芽机生产豆芽 主要包括生产前的准备 选种 进种 装箱 催芽生产和采收等几个步骤 在进行生产之前 我们需要先准备